北韩军方高层异动川金会前撤换三高官 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预计12日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 美国资深官员今天表示 北韩选在此时撤换三名高阶军官 专家学者说 霍拔月的官员都是年轻又有能力的人 韩联社报道 北韩三名高阶军官据信遭去职 匿名的美国官员针对这项消息发表评论 川普5月24日宣布取消川金会 6月1日又让川金会起死回生 美国正寻求透过谈判 中阶北韩核武计划 美国官员认为 北韩军方内部对金正恩处理南韩 及美国的手法有些异议 美国官员并未指明三名军官的身份 韩联社说他们是人民武力步步 长谱永职 北韩人民军 总参谋长李明珠 和北韩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正爵 川普希望北韩迈向非核化 以放弃核武换取松绑经济制裁 北韩领导阶层巨信认为核武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韩联社引述不具名情报官员的话报道 人民武力省第一富箱弩光铁 取代谱永职担任人民武力步步长 李明珠的职位则由其副首李永吉 接任 白宫 国务院 中央情报局 CIA 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为立即应要求制评 南韩统一部和国防部拒绝证实相关报道 一名统一部官员表示 政府密切关注北韩领导形势的变化 韩联社报道 霍八月的官员年纪都比前任轻 尤其是现年63岁的李永吉 足足比李明珠少了21岁 首尔北韩大学院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教授梁茂晋 Yang Mujin 说 这反映出两件事 一是巩固金正恩作为北韩唯一领导人的权利 二是在国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之际 强化执政党和军方间的合作 梁茂晋说 他们都是年轻又有能力的人 简直立咖善